你先生是甚麼國籍的呢? 我先生是土耳其人 厲害,土耳其知不知道在哪裡? 不知道不要緊的,自己看地圖 土耳其在黑海下面 嫁給土耳其人 都嫁給他的家族 有甚麼可以分享和他們的家族相處 土耳其這個國家比較回教 回教是他們主教 但我先生那家人 他們不是太傳統的 但他父母都是回教徒 我們都會尊重他們的宗教 去到他們那裏都會分享 因為其實我們是基督徒 跟他們分享聖經 他們又分享他們的信仰 其實都會有很多不同的觀念 還有香港就比較開放 香港很多東西都沒甚麼所謂 甚麼都是平衡的 但在土耳其 男人就比較大男人 向外的 女人就要在家裡煮飯 但現在一代在土耳其都已經不是了 平時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土耳其人早餐吃甚麼 早餐我們很健康 吃沙律 吃薄餅 吃芝士 蜜糖 那些 說吃蜜糖 很厲害 他們自己做的 他們那些 可不可以 說了這麼久 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土耳其家庭有關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怎樣說土耳其Hello Hello 怎樣說 Mala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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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土耳其Hello Hello 你好嗎 早安 土耳其有甚麼特產 特產 我們無花果 土耳其糖 咖啡 他們都是特別的特產 不過他們那裡最多是很多果仁 尤其是開心果很出名 無花果 下次叫你請我們吃 好 謝謝葉小姐 給掌聲 謝謝